在农村里啊,早上只来刷牙 就在他这个小溪边 因为没有自来水 刷牙提点,就在河边 看一下啊,这个是在欣欣家的早餐 这个囊超大 可以挡着我的身子这么大 然后他嫂子早上把鸡蛋剥好 然后奶酪,还有他家的这个奶茶 特别的好喝 吃完早餐以后,我们的村长过来了 这个村长也是欣欣的叔叔 他说昨天他不知道我们过来 然后今天晚上知道了以后 就过来看一下我们 这个村长也是欣欣最好的一个叔叔 欣欣说 来小伙计,帮叔叔洗个手 给你干活的奖励 这个是工钱,揣紧裤头 让自己揣紧裤头 都这样揣紧裤头 可以工作了啊 我们来到欣欣叔叔家了啊 开车非常的区区,非常的陡 比那个什么柄叉叉 还要难,难走危险 然后我们来他家买羊 和他拿一头大肥羊 然后这几天在欣欣家住啊 羊肉是必不可少的 刚才叔叔不在家啊 我们在家里面喝了个茶 现在那个叔叔的老婆回来了 我们要去选一下羊 这个是羊圈 哇,这么多羊 看一下这么多的羊 这个是不是有两个品种 那我们选哪一种好吃一点 白羊 黑羊 白羊 白羊 哪只 这个羊好大的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阿富汗农村里面的羊圈 大家这里大概有十几头羊钱 来,欣欣等一下你帮给叔叔吧 这个买羊的钱 六千五对吧 对对 叔叔终于回来了 把羊钱给叔叔啊 好了,我们的羊已经选出来了啊 这是大肥羊 你看他这个屁股就知道非常的肥 这个肉肯定好吃 把它装上车啊 好了,欣欣的二哥和欣欣一起把羊看到这个车上 他知道他要被带走了 羊收拾好以后 二哥又去摘了几个杏子 这个杏子是在这里摘的吗 是哪一棵树啊 我看看 非常好吃 好 嗯 哇,这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杏 超级好吃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阿富汗的杏树啊 哇,超级好吃这个杏子 我再多摘一个啊 叔叔的老婆给我打了一杯这个他们特殊的饮料啊 用奶做的 然后他们是把奶发在这种容器里面发酵 它这个容器是什么做的 是羊皮 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 是羊的 哦,知道羊的内脏是不是 嗯 羊肚 羊的皮肤 哦,羊皮 奶放在羊皮里面发酵 做生的这个饮料 我喝一下味道 哇,这个特别好 不酸 嗯,这个太好喝了 哎呀,终于拉到家了啊 刚才这只羊在我们车上挣扎 还在车上拉了很多 现在把它的羊皮解开啊 好了,二哥现在牵着羊 把它拖到自己家的羊圈中啊 因为星星家的羊都是这种小羊 小羊羔 现在星星的爸爸准备好了刀 啊,准备要宰羊了 然后准备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准备好了啊 工具 这些都是宰羊的工具 嗯,辛苦在那摸刀 在这个石头上 在这个石头上 嗯 嗯